提到孙丽,大家第一想到的除了甄嬛,绝对是芈月了 这两部火爆荧幕的影视作品,也将孙丽推向了事业的最高峰 而对于事业和感情都贫不清云的她,谁又可知她背后所付出的心酸和刻苦呢 今天,我们来聊聊这个在戏里面,可以对人物尺度把握得很到位 在戏外,也有着爽朗性格的好演员,孙丽 孙丽,1982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虽然家庭不算富裕,但是频繁而幸福 从小孙丽的母亲就发现孙丽的身上有着艺术细胞 通过培养,孙丽也算得上是在舞蹈方面有着不错的成绩 12岁那年,孙丽的父母选择了离婚 孩子的抚养权就判给了母亲,随之的只是仅仅2000元的抚养费 父母离婚后,懂事的孙丽跟着母亲过着7年居无定所的生活 看着母亲为了生活的奔波,孙丽对父亲的恨意也是随之增加 困境只是暂时的,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15岁的孙丽初中毕业后,便进入上海警备区战事业务文艺演出队 经过几年的坚持,2000年,孙丽退伍并进入上海营都艺术学校学习 在之后的一年里,客串电视剧《情深深与萌萌》出当电视迎评 到现在来看孙丽无疑是成功的 她经过自己的努力,在演艺事业上可以说是飞黄同达 孙丽虽然很憎恨自己的父亲当年的做法 但是孙丽的母亲却表示 我们无法追溯当年父母离婚是什么样的原因 但是抛击弃女的行为 在之后的采访中,孙丽也是不愿多谈 但是最后,孙丽还是和父亲冰释前嫌 给父亲在上海买了一套房子 让他父亲和爷爷搬离了上海贫困区1500平方米的小屋